Social Lab社群实验室透过Upview社群口碑资料库 追踪了近一年来痔疮高危险族群的网络声量 分析网友热议的话题与高危险族群的声量排行 痔疮是现代人常见的困扰 发作时常伴随出血 肛门胀痛 影响生活品质 我们针对痔疮高危险族群进行了详细观察 了解哪些族群需特别注意痔疮风险 排便问题引发致命危机 孕妇们的共同难题 网络上关于痔疮高风险族群的讨论显示 不良排便习惯是主要原因之一 现代人如厕时喜欢滑手机 延长了如厕时间 长期压迫导致痔疮问题恶化 网友指出便秘与痔疮息息相关 饮食习惯也影响便秘 强调万病皆由肠道起 痔疮问题需要多方注意 孕妇也是痔疮高危险族群 很多妈妈在怀孕期间经历痔疮问题 如泄祸后痔疮跑出来搔痒 严重便秘导致痔疮二十几周就要吃排便药 这些经验引起共鸣 不少人分享治疗方法 提醒大家如有不适应寻求医生与专业疗法 久坐、久站、职业与生活习惯的影响 久坐或久站也是痔疮高危险因子 需要久坐或久站的职业如上班族 秘书、专柜销售员等更易患痔疮 有网友幽默提到打电动打到痔疮 长时间坐着玩游戏也会增加风险 无论是因工作还是休闲活动 适时起身走动 放松身体各部位 对预防痔疮非常重要 看完上述讨论后 你是否也在痔疮高危险族群中 如果怀疑自己患有痔疮 应积极寻求治疗 不要因害羞而延误就医 这样才能尽快解决不是症状